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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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益青长得好看 年纪又巧 这也让成贤对女儿被的妻子更加疼爱喜欢 晚年的郭益青说起和成贤的婚后生活 就和普通人家一样 丈夫成贤平时不善言语 聊得比较多的话题就是家务事 他也会偶尔和孩子们讲一些历史典故 郭益青内心也知道成贤是爱惜自己的 每次成贤出差回来 总会给他带一些零食 每个月都会按时给郭益青的亲切记生活费 郭益青很感动 这也让郭益青坚定的在成贤身边 默默陪伴了三十年 后来成贤和国君的政治方向发生了分歧 事业上的坎坷 使得他和郭益青的生活变得困难 郭益青在他的身边 陪伴着他并给予安慰和鼓励 两个人的婚姻没有因年龄差距而铲出隔阂 反而生活得很温馨 是很多人心中的楷模 虽然郭益青当时还是学生 但是夫妻关系的和睦 也和他见多识广温 柔体贴的性格离不开关系 不过夫妻两人一直不能放下的 还是年过花甲的城前想要一个儿子 经过两人的努力 怀孕了十六次的郭益青 只生下了六个女儿 还是没有儿子 这件事还曾经惊动了周总理 二女儿出生的时候 周总理还特意打来电话问候女儿 好啊 这也是件大喜事 后来周总理拜访成老 抱着成老的女儿为他开心 成老和郭益青 这对老夫少妻 也是人们口中广为流传的佳话 他们相亲相爱 彼此陪伴了三十个年头 城前因病叙事后 郭益青独自一人生活了二十八年后 也因病去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